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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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美餐都是醜汁 導致我身材也阻掉,體力也變差 這樣子叫我,我能報效國家 誰來幫幫我? 我可以幫忙 營養師可以幫忙 是營養師,趕快幫我找找辦法吧 別擔心,讓我來教你如何吃得均衡、吃得健康 這樣只要體力報效國家 那要如何吃得均衡、吃得健康 我們首先要先來認識一下台灣的各式粽子 第一個,北部粽 材料有豬肉、竹筍、香菇、蝦米、蘿蔔乾等 內餡跟糯米都先炒過再包進粽葉後蒸熟 一個的熱量大約是500到600大卡 第二個,南部粽 材料有豬肉、紅蔥頭、花生、栗子等 炒好的餡料與生糯米包進粽葉後煮熟 熱量約450到500大卡 第三個,客家版粽 材料有香菇、蝦米、絞肉、蘿蔔乾 用紅蘿蔔米與糯米混合 研磨成米漿後瀝乾 使用瀝乾的糯米糊將內餡包裹 熱量約200到250大卡 再來是減重 用水浸泡原糯米後加入鹼粉蒸熟製成 使用時可沾砂糖、蜂蜜、果糖等 不沾糖的熱量大概是100到150大卡 那餐餐都只吃粽子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我們要來認識四壽粽子的營養標示 以下以肉粽為例 本包裝含有五份的肉粽 那每一份是180公克 每份的熱量是538大卡 那下列的營養素呢? 約等於一碗白飯 加兩份豬肉 加三茶匙的油 根據每日飲食指南建議 每日水果類2到4份 蔬菜類3到5份 全骨雜糧類1.5到4碗 豆魚蛋肉類3到8份 乳品類1.5到2份 油脂3到7茶匙 及堅果種子1湯匙 以一顆肉粽來算的話 大約包含全骨雜糧類1碗 豆魚蛋肉類2份 油脂2茶匙 及堅果種子1份 所以端午節如果餐餐吃粽子 會缺乏蔬菜、水果、乳品的攝取 而油脂類也很容易超標喔 那什麼是每日飲食指南呢? 六大類食物中的每類食物提供不同的營養素 每類食物都要吃到建議量才能達到均衡 另外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吃粽子的小技巧 配點蔬果解油膩 建議粽子要搭配青菜、水果一起吃 不只解油膩 還能補充維生素、膳食纖維 刺激腸胃乳動、防止消化 四圍正餐非點心 粽子的熱量足以當作一頓正餐 可別以為只是吃個小點心喔 還有別忘了細嚼慢咽 充分咀嚼後再吞下 幫助油膩餡料和糯米的消化 也能增加飽足感 避免過量 醬料減半更清爽 甜辣醬、醬油膏等醬料也有熱量且含鈉量高 沾取不過量才不會增加額外的負擔喔 自己包粽好健康 若自己包粽子 可以試著以紫米、糙米取代部分糯米 選擇低脂的肉類 和堅果代替傳統五花肉或蛋黃 花點小巧思變換食材 美味又健康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製作的是 均衡又健康的活力五彩粽 製作五顆活力五彩粽的食材有 長糯米100克 五穀米150克 銀杏10克 毛豆仁25克 胡蘿蔔30克 甘香菇絲5克 蝦米2克 紫洋蔥60克 雞里雞200克 以及油15克 製作步驟如下 將長糯米、五穀米泡水後蒸熟備用 將胡蘿蔔、紫洋蔥、雞里雞切成適當大小 加入下列食材炒熟並調味 包入準備好的粽葉綁好再蒸熟就完成啦 一顆活力五彩粽的熱量有262.5大卡 蛋白質15公克 脂肪4.5公克 碳水化合物40.5公克 膳食纖維2.6公克 低熱量、少負擔 這樣有了解了嗎? 嗯,原來是這樣 沒錯,所以吃粽子也要注意 軍人飲食才對 沒問題 加水 加水 柠檬 雞